她是很優秀,很精英,但是她很直接 她不是很懂得職場規則,也不太懂得人情世故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項目更好嗎 不是說她有意傷害別人,但是她是更注重自我的人 馬總又怎麼樣,如果一件事情我自己覺得對 不管是誰,我都敢去贏 你別故意這是一樣回事的 所以她會容易讓她的上司,或者是讓別人不舒服 就會感覺到她是用一種很不溫和的方式去直怼回去 馬總,你不要再說了,我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那你就看我自己掉口裡吧 她很有韌劲,你要這樣的規則,我就來適應你 沒什麼,我這早都習慣了 比如說像她的領導一直讓她去幹雜活 那你把咱們這兒拉一通,我們都會盪擺 讓我們咱們都洗乾淨 你們讓我去做這些,我不是很理解的事情 但我就會去做 因為我知道我最終想要的是什麼 你看你現在的樣子,我自尊洗腦 對,我就是沒有自尊,跟那又怎麼樣呢 至少我現在還在努力,我沒有選擇逃跑 但其實你就會覺得有的時候有點挫敗 就是她後來開始慢慢敞開她自己了 後來你會發現她開始順調了領導們的時候 然後領導們又開始慢慢理解了 後來這姑娘就是這樣 然後她們就開始有很多在一起搭配合的時候 哎喲,我已經算了貴幹嘛,這麻煩請客 所以她可能後來就會得到一些她想要得到的東西 她代表了一部分優秀的女性 但她如何立足 她其實在告訴很多女生 你們也可以,她是你們的榜樣 再難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位置 藝人其實就是,我遇到了我很喜歡的工作 所以我要去實現我自己的夢想 我們希望我們愛的人是閃閃發光的 我們也希望自己在對方的眼裡是閃閃發光的 你也要是一個獨立,有魅力,有靈魂的個體 一定要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週一至週五晚間十點 中天娛樂台,平凡的榮耀